对于女性朋友来说,生儿育女虽然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,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,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非常大的时代,大多数人结婚之后都不愿意生二胎,因为他们觉得,养育一个孩子已经足以让两夫妻身心俱疲。 不管是经济支出还是心理压力,各方面都无法承受,更不用说孩子多了,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女人居然一口气生了五十个娃,其中包括五对双胞胎,还有三胞胎和四胞胎,孩子出生之后,家里的亲戚朋友简直傻眼了。 根据医生的解释来看,因为该女子的排卵数量比正常人高十倍,所以才能生下这么多孩子,只可惜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,回生条件同样有限,所以只能找最便宜的接生婆帮自己接生。 有些孩子刚刚出生就夭折了,还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后,没多久生重病去世,最终只有三十个孩子活下来了,可即便如此,这家人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 丈夫在外打工,有人跟孩子们挤在一个小黑屋,不到五平米的空间居然要生活三十一个人,想想都觉得有些恐怖,因为家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床,所以孩子们只能轮流上床睡觉。 有些孩子只能在地上剥个草席子睡,吃东西就更不用说了,每天的伙食要按吨买,一个月需要花生万元,有时候实在吃不起了,就只能自己捣骨野菜吃,但单一时住行就已经有这么大的压力。 更不用说高昂的学杂费了,不知道这些孩子有没有机会入校学习呢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我关注我。